三心 信愿慈悲跟智慧 这个是修行的心要 也就是以这样的三要呢 我们去实践菩萨行 实践人间佛教呢 就有这四大要点 那另外呢 我们在修学大圣法呢 有他的一个戒法 还有他的一个观法 所谓戒法呢 我们要这个 法跟戒呢 刚才提到说 法与律合一嘛 修这个菩萨法 他也要跟这个律 跟这个菩萨戒呢 要能够相应 那菩萨修学的菩萨行 他重要的内容 就是受持菩萨戒 实践菩萨戒的内容 菩萨戒的内容 他有三个 别解脱戒 别别解脱 这个是执二戒 别解脱戒 设善法戒 饶益友情戒 别解脱戒呢 是执二戒 设善法戒呢 是行善戒 执二 行善 利他 这个利他是什么呢 饶益友情戒 别解脱戒 设善法戒 饶益友情戒 执二戒 行善戒 利他戒 那这个别解脱戒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戒经 那目前呢 在 北传的菩萨戒里面呢 大体上 有三部 第一部呢 幽婆舍戒经 第二部 梵王经 第三部呢 于且菩萨戒 好 这个是讲到了菩萨戒的内容 止恶 行善利他 而且这个内容是 止一切恶 行一切善 利益一切众生 才是真正的菩萨戒 利他 利益一切众生 是利益一切的一切哦 可不可以说 因为那个人跟我结下梁子 所以呢 除了他以外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 这样可以吗 这样是不可以 这样就不是菩萨 就不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 菩萨的心量是 广大的 那 菩萨戒 另外呢 在大圣的修法里面呢 观法 也是很重要 这个观法呢 就是要断除烦恼 我们的烦恼有两类 对 内五蕴身心的执着 叫我执 我以外的法呢 的执着叫法治 那大圣的 这一个 观法呢 是一切无自信的圣义观 这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 重要的观法 那 第一个呢 刚才提到说 我们内而有我之 要修什么呢 我空 我们只有一个死我 只有一个 这个 有我 那修我空观 我空观呢 用五球门 用 五个观法呢 来观察 五我 第一个呢 我不及时运 我是 一 是长 是横 运呢 是无常的 无运是无常的 它是生灭的 所以 第一个呢 观我不及时运 那这个是叫做 及运 既我 第二个呢 非离运 有我 我们执着有一个我呢 是 及这个五运 执着有一个死我 第二个呢 是离开五运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我 这一个呢 是 离运 既我 所以呢 我们要观察 非离五运以外 还有一个我 第三个呢 五运 非属于我 五运呢 它是生灭的 我呢 是 常 一 所以这两个呢 它也是 不相属的 第四个呢 五运 不在我中 五运是 小的 我是什么呢 大的 那 我不在五运中 我也不在五运当中 好 那 这五个观法呢 都是在破除 有一个死我的 一个执着 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空观 那除了对我会产生执着以外 我们对我以外的法呢 也会产生有死法 这样的一个执着 所以我们就修 法空观 那 这样的观法呢 它叫做 观四门不生 法的生呢 它非自生 也非他生 也非自他和和的共生 这个呢 是比较偏向于 有因缘生 这个法 如果有自生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实在的法 所以它才可以自生 世间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法的存在呢 没有的 所以呢 不自生 那也没有一个他法 他可以生起的 实在的他法 世间的法都是生灭的 都是无常的 都是缘起的 我们要在缘起当中呢 体悟到他的缘起 无自性 诸法必尽空 所以前面台会提到说 缘起跟性空的统一 智力跟利他的一个统一 非无因生 当然无因缘而生 这也是错的 好 我们要受持大圣的戒法 菩萨戒 我们要有大圣的观法 无自性的正义观 破除我执跟法执 我们这节课呢 是大圣佛法的核心思想跟修法 那内容非常的深广 那我们在 后面会有两次课 在介绍两个重要的修法 第一个呢 是大圣三心 第二个呢 是大圣三心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回向 大家请得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论昼夜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秘义众生 弘扬佛法叫 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 24小时 用卫星电脑 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 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思 超度 失识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 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 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有一点我必须告诉各位 假设你的爸爸 是得胃癌 往生的 如果他现在还没有超度 胃还在痛 你做儿子的 或做孙子的 也会变成胃痛 你都不理他 甚至也会变成胃癌 所以这一点 我们超度祖先 也一定要不失他 才吃的药给他 那各位以后 自己在烧这个药的时候 譬如说你 你胃痛的药 你经常在吃的 最好也不失一颗在里面 给所有正在胃痛的众生 你那个力量就很大 你胃就很容易好 所以我一直要强烈的建议各位 你爸爸是心脏病死亡的 那你烧药的时候 买一些心脏病的药草 或西药把它烧 然后用以爸爸的名字 回向给所有心脏病的众生 然后他的心脏病就好了 不执着了就可以超度 然后你会发觉家里的人的心脏病也比较好 等一下要拿下去烧 如果你刚好身上有带你在吃的药 最好放一颗进去 塑胶纸拔掉 然后放进去 顺便丢下去烧 那这样力量很大 如果没带来也没关系 你等一下在后面 念翁阿红的时候写上胃药这样 念翁阿红的时候写上心脏药 然后他就变成心脏药 胃药 所以你写越多越好 各种的胃癌死掉的 肝癌死掉的这样 然后心里念着翁阿红 但是写的是你们的印尼文中文的药的名字 这个药就变成那个药 要这样想 现在发给各位一个空的 你可以拿回去印 印 以后修金座你就放一张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用copy多一点 偶尔烧一包药 烧一包药 人家烧精子 你也顺便把药烧掉 布施给众神 所以你回去自己copy 好 来 各位把药拿起来 你先写一下 你要写什么都可以 还有一个方法 这一包药 你用你爸爸的名字布施 所以如果你要用你爸爸的名字布施 用倒数第二只手 写你爸爸的名字 用他的名字布施了 好 然后又变成心脏药 你都可以写 只是你要一直念 翁啊翁翁 翁啊翁 等一下布施 有笔就用笔 没有笔用这样写 至少你姓陈你要写 陈氏历代祖先 好 用他的名字布施给众神 他们得到这个功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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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只怪的路上 有你正好 小米天使与你起头并进 小米天使与你起头并进 接下来